在澳門十三歲香港,入行做了酒樓,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 我在香港的生活很放蕩,比如說賭錢,花天酒地 在我們酒樓行業很多時候有個風氣就是要埋堆 透過打麻將,賭博,賭博,賭地步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後來有幾個舊同事就在香港來澳洲做事 帶來的消息說在澳洲挺好玩,做一個月,香港要做三個月 因為這個緣故,我就想有一個新的開始人生 我不要厭倦自己的生活,就來了雪梨 他先以旅遊身份去到澳洲,然後流下來在餐館做客工 在一間酒樓工作,大家都不敢認識 他說你千萬不要跟老闆說你認識我 知道移民局通常來餐館捉人會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晚 每個星期四晚,一邊做工一邊看著門口 以有沒有人來捉,這種壓力亦相當大 Steven在餐館認識了一位當地的外籍同事 而且在六個月後結婚,結束了他的黑工身份 可惜這段份印最終已離婚收場 開始的時候,因為我對一些吸煙的人 有一種反感 不知不覺間有這個感受的時候 就有第三者介入 雖然我離開了第三者,但還留不住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要追求的東西,我已經得到了 但為什麼我還會這樣呢 黎金誠從朋友的口中形式到 原來基督教信仰就是他要找的答案 我過去一直以為我是沒有罪 但當他說到 如果你讓我用一個錄影機 拍下你一生的事 拍完之後,你可不可以叫你所有的朋友來看呢 我就開始明白 我人生路上很明顯,我對我太太這件事 對我兩個女兒,對其他人的傷害很明顯 他說耶穌愛你,為你寫在十字架上 為到你的罪 說到那個時候,我開始明白的時候 我就流著眼淚來應醉灰改 當時,黎金誠去到布里斯本工作 認識了一位比他年輕十三年的女同事 當上方到了談婚輪嫁的階段 最後都因為年齡差距太遠而要分手 結果有計劃地買了很多安眠藥 我買了百多粒,我吃藥 把門都鎖起來 然後自己在裡面 我醒的時候就在醫院 是三天後的事 當時的華人都不是很多 每個人都認識我 真的很沒面子 所以過了兩三天,又試試 再來一次 真的想死 結果還是死不去 為了忘記這段傷心往事 黎金誠決定離開布里斯本 去到雪梨 是雪梨得到餐館福音團契的幫助 開始積極地面對人生 沒多久 她亦都在團契裡 和現任的太太邰厚 她未信耶穌之前,她又離婚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的丈夫都已經結婚了 有一次我去餐館吃飯 和我家人吃飯 她很熱情地招待我們 就問我中秋節旅行可不可以玩 我想問是她嗎 我就看了一卷聖經裡 叫《老德記》 當中是說一個現得的婦人 當我蓋上聖經 我祈禱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很深的感動 你跟我娶了Yorah 跟我照顧她 我就約了我太太有一晚 很直接跟她說 我想搞清一件事 如果耶穌跟我說 她一定會跟你說 她沒有給你感動 當時我現在的太太 她說我在等著你開聲 她就很開心 我們要開始拍拖了 拍拖三年之後 黎金城和何玉蓮 終於步入教堂 可惜身分六個月 何玉蓮突然中風 需要做開腦的手術 我太太很害怕 當我離開醫院之後 我回到家 休息的時候 我同樣有一個 聖經上的話 她說 不要怕只要順 一有神的話 我就很安慰 我真的很安心地入手術室 但手術後 我太太的眼睛 是有重影 問醫生會否康復 醫生說不會 很奇妙 有一次 我吃吃吃東西的時候 我問老公我見到你一個 突然轉變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出餐後就回家了 拿著碟看著它跌落地打爛 都沒有辦法可以幫到自己 我就問我先生 我以後都是這樣 他說如果賽跑 放一塊鐵在腳上 將來會跑快一點 我就說哎呀真好 真是大安慰 我不是他一個婦女 他說覺得他的生命裏面 有這件事是幫助他 以後是可以強壯一些 在十多年的婚姻裏面 我發覺我是無悔的 如果被我選 我真的會選不到這個太太 我太太給我很多提醒 他終於完成神學課程 求新基督教的傳道工作 當我和太太結婚的時候 我們已經整個家庭 包括我現任太太的兩個十分 我們很同心 我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一定是侍奉耶穀 所以我們在艱難的裏面 是可以面對到 雖然是很難的